俄羅斯位在巴赫姆特一帶的彈藥庫 遭海馬斯多管火箭鎖定 當場灰飛煙滅 在該區戰況焦土的俄軍 只好再動歪腦 從東北部分散注意 枯皮楊斯克明顯戰火升溫 烏克蘭記者挺進采訪 感受炮襲聲相當密集 正當記者以為情況稍稍趨緩 沒想到下一秒 又有另一波襲擊得趕緊低下頭 俄羅斯不只對前線狂轟濫炸 還再次拿百姓開刀 以S300飛彈轟炸人來人往的 烏東康斯坦丁諾夫卡市集 現場宛如人間煉獄到處血跡斑斑 正當民眾驚魂未定之時 又聽見更多飛彈來襲的聲音 所有人趕緊趴地面露驚恐 這起攻擊又釀成至少17人死亡 居民痛哭失聲 額撼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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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雕像撼死 凸天前蘿馬尼雅高層 estar 指口否認俄國無人機墜入境內 不過現在態度大轉彎 我們有很大約的地方 我們確認這部位 或其他部位可以進入 我們有大約 證實發現疑似俄軍無人機的殘骸 這代表俄羅斯等於真的攻擊到北約 與此同時俄國境內還是不平靜 當初瓦格納發起正義型軍的南部羅斯托夫 禮拜四接連遭無人機攻擊 俄羅斯媒體證實有三棟建築受損 至少一人受傷 然而俄羅斯同天還得面對這一個壞消息 就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基辅後 宣布加碼軍援10億美元 期間他還抽空造訪重新開幕的麥當勞 品嘗經典薯條風味 烏克蘭外長再三表達感謝 說速食店的回歸不只帶動食品鏈 商機也為基辅創造就業 美國即時縱暖似乎就是希望協助克蘭加快反攻 只怕秋天到來天氣一天天轉涼 又會錯過反攻的最佳時機 剪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